2月12号,在武汉市一家酒店的大堂,有三位理发师正在工作。 与平时理发店不同的是,前来理发的许多人都选择了寸头或者光头。 其实,这些特别的客人全部是来自原住湖北医疗团队的医护人员。 理发师也不收费,而是自带工具,上门为医疗队提供免费服务。 就是因为他这边比较缺等理发师,然后当时就联系了我们。 因为在这个疫情比较简单的一个环境下,我们也想尽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绵薄之力。 因为他们都是从大老远的过来,来支援武汉。 我觉得我们身为武汉本土的发医师,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一下。 医护人员要离医院近一些,不方便过来。 然后所以我们也就会开车啊,带上自己的工具,然后就过来帮他们到直接他们自己住的酒店来去给他们服务。 文斌告诉记者,在两天的志愿理发过程中,他几乎捡了职业生涯中最多的光头。 这些年轻的医疗队队员们,面对疫情时表现出的决绝与勇气,令他敬佩不已。 他们一般就很简单,他说我要戴帽子,然后不能把头发露出来。 当然也有很多就是说小哥哥小姐姐他们直接就说你帮我捡个光头吧。 日常生活当中我的客人几乎捡光头的一百个当中找不到一个的。 但是我这两天捡了很多个光头,很多小姐姐也捡了。 反正当时他们捡的时候还是挺舍不得的,可能也是为了这次疫情嘛。 我觉得我挺佩服他们,他们就是自我牺牲吧。 理发师李染告诉记者,他深知头发对女生的重要性, 而医疗队中女性队员检发的勇气让他格外出动。 就昨天给一个河北的一个小,一个女生剪头发的时候, 他说当他们医院通知要来武汉的时候, 他说他是义不容辞的,没有一刻犹豫的, 他说就过来武汉了,然后来了武汉说要剪头发,说要剪短发, 他说他纠结了好久好久,他说, 才下定这个决心,就是从一个到胸的头发, 人家剪到耳朵上面一个,那么超短的一个头发。 头发对女生来说是特别重要的,身为女生我觉得还挺受动的。 据介绍,2月11号,这支理发师志愿队伍 已为河北志愿湖北医疗队的100多位队员理发, 12号又为山东新疆医疗队提供了理发服务。 新疆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说,这些专业理发师的上门服务, 确实为他们解了燃眉至极。 更多精彩,近在中国新闻网客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